新北市强势封锁淡水沙伦海域的政策 引发地方民众不满 而现阶段市府虽然宣称 在进发局完成了沙伦文创园区的规划之后 才会重新开放沙伦海域 但在上个月进发局文创园区的说明会中 规划单位却完全将沙伦海域规划成保留区 并排除在基地范围之外 也让沙伦海域突然间变成了三不管地带 而为此今天新北市的市政会议中 局长蔡英伟直接向市长报告 希望市府能够出面重启海域的各项调查 过去那个市民国88年的时候的一个水质测验 那经过这么多时间以后 其实这个水质的变化 第二个另外就是说 因为有这个污水处理厂的一些体 还有巴黎这边有一些凸体 所以整个的水温其实改变了 那到底真正对在这个海底的这个 整个沙的状况呢 其实那个应该也要做一些新的了解才对 局长表示目前现有资料中 上一次针对沙伦做水质检测已经超过十年 加上近年来台北港外体完工 当地水温环境已经大不相同 市府无法提出相关数据 就要强势封锁海域的做法 也很难说服民众 因此也希望市府能够尽快更新相关数据 作为市政的参考 这个民众一般民众这个要求要清水 那市府认为说是因为水质不好来危险 那等到如果新的文创公司开始开发了 然后突然又说可以了 那这样对民众会是相当不堪这样 那政府也不必去承受这样的一个 不必要的一个这个担子 所以应该要赶快重启这些这个水质的调查 而除了数据的更新之外 由于沙伦海域旁的污水处理厂 长期将处理完的污水就直接流放进公司填溪 恐怕会造成沙伦海域的污染 区长也希望市府能够考虑更改污水场放流的方向 来维持海滩周边的水质 记得陈伯伟淡水采访报道